大学时候的样子了 那时候特别崇拜我姐 每年她都要在大礼堂 给先生致辞 毕业的时候还要做毕业演讲 我就翘了课过来看她做演讲 在台下像个粉丝一样看着她 觉得她特大方 特漂亮 那时候林伟啊 就站我旁边 那时候她看她的眼神 让我觉得别说是这辈子了 就是下辈子她也不会放手 谁知道今天会成这样 你说 我姐要是 不跟她在一块儿 现在会是什么样 是不是一个女人选择了一个男人 却等于选择了一种命运 你反正我觉得你应该现在想一想 你姐还会去哪儿 不跟她的女人选择了一个男人 我姐不是那种 对了 还留着念想的人 所以她一定不会再去 她们两个曾经去过的地方 有一地儿 好久没去过了 在那儿呢 在那儿呢 你就别去了 好吧 那个 哥 要不麻烦您 给劝劝 行 我去看看 你们别走 等我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电话也不接 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就跟我说 面对大海 可以忘掉一切烦恼 你现在好点了吗 我妈妈刚刚去世的时候 我每天都到海边来 每次 我都会用手 紧紧握住一把沙子 就想 使劲把这沙子握住 就好像 能留住我妈妈 但是 每次沙子 都会从我手里漏过 我越是想要紧紧地抓住她 她就会漏得越快 后来我才意识到 有一些不是属于我的东西 一定会走的 你这不是想得挺明白的吗 走吧 我 但是 当我渐渐长大了 也就把这事给忘了 我怎么就给忘了呢 怎么就忘了呢 还想一个劲使劲地抓住 对着我这个失败的女人 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可怜呢 你干吗要这么想啊 这件事情你从头到尾 一点错都没有 别再琢磨这个 明天就是一个新的开始 放开我 男人怎么会都这样 这么好的家 为什么不要啊 日子为什么不过下去 现在将来同情我 可怜我是吗 我不需要 依林 放开 我不要你安慰我